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官员的小型飞机就在沙亚南坠毁 然后十个人罹难 你知道吗 这个消息真的是震惊了全国 也震碎了这十个家庭家属的信 而且我相信过去几天 大家都看到飞机坠毁的那一刹那 那个场面真的非常害人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的活力加油站 就请到了我们的专员 来和我们来仔细地谈一下 有关的这些小型飞机 如果真的遇到一些问题的话 那我们应该如何自救呢 在这先进的时代 越来越多人选择拥有 或乘搭私人小型飞机 作为远程的交通工具之一 那是因为相比起大型客机 小型飞机的灵活性更大 除了飞行速度较快 能缩短飞行距离 也能够为乘客提供更好的私人空间 保护隐私 虽说航空交通比路上交通发生危险的几率较低 但是存在的意外风险不容忽视 就在上星期 沙亚南大道发生了一起 私人小型飞机坠毁事件 造成食人罹难 令人深表遗憾 究竟小型飞机和大型客机的安全体系 有哪些不同 当遇上危险时 乘客又该怎么做呢 今天就随着活力加油站 跟着专家一起了解更多 关于小型飞机的知识吧 是的 不仅仅是在马来西亚 其实在全世界 我们偶尔都会听到 这个小型飞机坠毁的意外发生 好 所以关于这个小型飞机 发生意外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的自救 紧急救护 那我们就请到了固定翼的飞机飞行员 有两位来到现场我们现身说法 我们首先欢迎杨忠豪 佑你好 还有李正康 Kan你好 你好 两位都好 你好 好 想问一下 那其实如果我们看回以前 其实刚刚静音也是有提到 有关的小型飞机的这个事故 也发生不少嘛 就历年来 其实在马来西亚也有几宗 对不对 对 其实在根据数据来显示的话 从2019年到2023年 这五年期间内 所发生的事情总共有33件 然后其中 以2023年的这一期 还没列入 确实的一个数据当中 所以其实意外发生是每个人都不想要的 所以总的来说飞行的安全标准一直是我们首要的关注点 是 那我很想问一下 如果从这个有关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 小型飞机的事故看起来比较平民一点 如果想起较这个大型飞机 那是不是说小型飞机比较难操控还是怎样呢 根据报告无可否认 我们的小型飞机的事故看起来好像比大型飞机高出一些 但是也不一定说它的死亡率一定会比大型飞机高 所以很多原因会影响一个飞行的安全性 有的是人物因素 就是我们的human factor 还有天气因素 就是我们的weather 还有一些机械故障 就好像我们开车一样 很多东西都是控制不了的 对 可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好像发生了这么多的飞行事故 有没有说可以分成不同的种类 有些是空中爆炸 解体 对 然后还没起飞 一般上你们飞行员可以有没有一些 就是说分析有多少种 基本上都有三种 一种就是空中解体 就是讲在空中发生的一些空难意外 还有最重要的经常会发生都是在起飞 还有在降落的时候 其实空中解体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可以是很多原因的 也有可能是就是我们所谓的Rapid Decom 就是我们的空中解压 压力 对 因为机场是有一个 因为我们飞在高空上 高空的气压跟低空的气压 其实是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要我们在飞机上的时候 如果没有一个气压式的话 我们是没有办法呼吸进入我们的肺 所以当气压开始Decompress 就是没有办法保住那个气压 在机场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机会发生空中解体的这个事件 那这个是因为那飞机飞得太高 高度的问题还是因为就是可能 区域性突然间那个压力变换还是怎样呢 就是一些飞机的Deflection 就是一些 故障 不完美瑕疵 所以很像就像是Aloha 有一个美国的航空 他们会他们在空中解体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的气压开始往 就是没有办法保住那个气压在机场内 所以它的飞机本身的那个外壳开始脱落 所以脱落的话会带动其他的机体一起脱落 所以就会造成空中解体的现象 了解 那一般上我们就说起飞嘛 好像比较安全一点的 是 那么为什么起飞也是其中一个种类呢 起飞的时候是因为 我们很容易 跑大不够远 不够 不算不好 因为我们的飞机的飞行那个高度 还算是偏低的时候 我们比较容易会比如讲有一些鸟群 会撞进我们的飞机引擎 这边也是会导致一些意外的发生的 反而就是可能不高不低的地方更危险 对 其实对 所以你是说起飞和降落呢 只要是发生可能是机械故障 或者是一些外来因素呢 就会导致它意外的发生 其实什么时候都会发生意外 就是比较常见都会在起飞跟降落基金 这样多数这些事故的因素是什么造成的呢 可以是很多原因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人为因素体验器跟一些机械故障 那如果是人为的话 如果我们说人为的话 就是除了恐怖袭击啊 类似这样的 那是不是 机师本身 机师本身的问题呢还是什么 这个我们可以归类于两大项目 就是一个是可 一个是人为的因素 一个是机械的状况 所以人为的因素的话 其中包括了那个 我们在飞行员是一个人为最关键的因素 就是像是我们有一个检查列表 其中包括了六大因素 就叫英文的字母是I am safe 就是我们会比较容易去记得 怎样去做这一个检查 像是第一个I代表 illness illness的话就是疾病嘛 就是飞行员自己本身 有没有一些疾病 像是感冒啊发烧啊这些喉咙痛之类的 如果感冒是不能飞的啊 喉咙痛不能飞的 不建议你伤风的时候飞 因为伤风这边sinus会有阻塞的现象 所以你飞的话气压不痛你会造成很痛的现象 然后药物 药物的话是你在起飞之前 有没有吃任何会影响判断力的药物 然后压力的话飞行员在起飞之前 有没有受到精神上啊 还是生活上有各种压力在 压力的手紧长已经是一个压力了 我觉得 你说到这个压力的话呢 有没有说定期能做一些压力的评估 我们其实在depends on公司 如果有公司 像是我所知道的 像是新行的话 他们会有发配他们的员工去做一些 就是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制度 去进行有关的这些 做一些定期的检查 那酒精就是几个小时之前不可以碰到酒精 我们通常来说的话是八个小时之前 bottle to trottle的意思 你有没有说不能超过多少的分量吗 它没有一个指标是说你不可能喝多少 但是你不能喝到完全醉倒 然后你八个小时过后再去飞 这样是不合理的 但是那个疲劳和情绪好像很难去界定 对啊 我们其实对于航空员 飞行员来说的话 我们会有八个小时的standard rest的period 所以如果少过的话 我们是不建议去飞的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有duty period 这样子会去限制飞行员要多少个小时 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个schedule 一个行程表给你们 对 但是我想问一下你说这个人为的 这个就是好像我们一般上 就是学生的一个self discipline 是我们自己认为 还是你们每一次飞之前 一定要去做类似的一些检查还是怎样 这个通常是 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状况很好的话 我们还是会去简单地去判断每一个点 就是我们是不可忽略的一个点来的 所以有需要填表格 不需要 这个是自我评估 自我的 一个自律的 因为就是要保护整个乘客的安全 没有错 那如果机械状况 这个我就很有兴趣 那一般上整架飞机 出事的话 哪一个地方最容易出事的呢 关于机械这个东西 我们也不能说 有没有一个很指定的一个地方 是 可以是引擎 可以是我们的 我们所谓的flaps 所有这种机械的 只要是有机械的地方都有可能发生一些故障嘛 因为我们一般上我们都知道好像一些民航飞机啊等等啊 这样还没有起飞之前呢 一定要先做好这个检查的 我曾经有一度呢 就是进了这个飞机里边要等三个小时 主要原因是他们一直在做检查 好 这样好像一些小型飞机也是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程序吗 对 一定会有的 就是起飞跟降落之后 也是会有 一定会有的 因为我们有客 那个地勤人员 就是我们的一些工程师嘛 他们会做出一些很适当的检查 他们会检查每一个地方 仔细检查过后 我们还要由我们的及时去做一轮walkaround check 才我们能够决定能不能去起飞 所以你们还是会跟他们走一轮的 他们检查了之后 或许我们会自己再去走一轮 所以刚才说的那都是可控的因素嘛 对 那如果说不可控的因素呢 应该是跟天气有关吧 不可控的因素呢 通常是由一些天气 或者是季后风的季节 来的一个因素造成 像是我们的 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个热带国家 是一个赤道国家 所以我们会有两种季后风的季节在一年内 像是西南季后风跟东北季后风 在这两个季节风内 他们会夹带着大量的雨水跟一些闪电的情况 所以如果飞机飞在这一种情况下 它会被进一步的影响到 所以当就是来这个雨季的时候呢 或者你们就会特别小心翼翼还是怎样 对 我们就会小心翼翼看那个天气的动向跟风向 来去做判断我们要飞多高还是多高 还没飞之前就要算好的对不对 还是怎样 对 我们会有天气预报 所以我们会根据预报来判断我们到底是要飞在哪一个高度 跟哪一个航线上 这样如果是面对这种雷暴天气 小型飞机跟大型的客机相比之下 是不是说小型飞机的风险比较高呢 小型风险的风险其实跟大型飞机的差不多相似 主要是小型飞机 因为像是像小两的船跟大两的船 小两的船相比之下会比较颠簸 然后大型的会比较没有那么颠簸 看起来能危险一点 对 可是风吹它都会倒 对 对 可是风险来说的话 两个面临上的风险都是差不多一样的 那还有就是可能那个地理的形式 山区啊或者一些地方比较多高山 会不会也是考虑当中呢 对 就是很像马来西亚中部是由高山区 地地王沙山脉所形成 所以如果当我们飞 比较以低空的方式飞过这一个地区的话 我们会遭受到一些像是山坡之类的风 来影响到那个舒适度跟安全性 那么如果你们飞的话 在马来西亚你们最怕会飞到去哪里 就是刚刚你所说的中部吗 对 高山区或者是深海区 通常都是 深海区啊 对 就是在海上的 对 在海上 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所谓的破降地点 没有靠近有人 都是人际罕见的地方嘛 所以如果我们破降在某一个地方 人家都要花很久的时间来营救你 找不到对不对 对 还有就是你们有考量到这个对我来说有点新奇 就是野生动物的这个地方 就是可能有鸟类 那一般上你们看到的鸟会撞击这个飞机的话 是什么鸟呢 通常都是由季后鸟比较多 整群的 对 因为季后鸟都是一大群 然后体积也比较大 所以我们撞到之后的风险也会比较高 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小型飞机到底有多少种 根据官方的定义呢 小型飞机的意思就是我们所谓的五千七百公斤以下的飞机 当然我们的飞机型号也是很多种 在马来西亚我觉得最常见的飞机 我们都有这几种Cessna Piper Diamond Biscraft跟Series 当然我们可以从这边再分类成更多不同的种类 这些都是在马来西亚通用的小型飞机吗 对 这些都是比较通用的 哪个最贵哪个最便宜 这四个里面 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贵 噴气应该最贵吧 对 噴气最贵吧 然后单引擎是比较便宜吧 因为用单个引擎罢了嘛 对 对 那我想问一下一般上马来西亚运用这些小型飞机 我们都会讲哇 私人飞机啊 就是比较富有的才可以乘坐的 对不对 那一般上呢 在马来西亚它的用途有在哪一个方面呢 用途其实有很多种 有可以是商务呢 也有可能是休闲或者训练的一些功用的 所以商用的话就好像有一些商人 他们去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 不说是偏远 就好像说一些地方是我们客机没法到达的地方 他们都可以使用这种小型的科技 尤其是在东马吧 对的 我们西马有些机场跑道都是偏短的 都可以使用到它的 是多少个有这种短跑道呢 它不一定是机场嘛 对不对 我们有一种叫做Airstrip 就基本上是用草这样子比较短的地方都有的 都是可以让这种单营性的飞机去起飞跟降落的 所以它要用到的这个跑道就比较容易一点 比较短一点就可以用了 对 所以其实小型飞机的特点呢 应该就是轻便吧 对 轻便 还有续航力就比较短一些 有没有遇到说中途呢需要加油之类的 是 当然我们也这个是看我们要飞去多远的地方了 那如果民航机和这个小型飞机相比较的话 其实它主要的分别是 那当然可能它的这个载客的这个容量 当然是不一样啦 对不对 是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成本 然后或者是它去的一些这个地方 对 一般上就是刚刚你说 因为它的这个可能用油 它的这个载油比较容量比较大嘛 所以它可以去比较远的一些地方 那个是大型客机可以去比较远的地方 因为它们的油箱一般上都比较大 我们小型飞机的话呢 油箱一般都比较小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们能去的那个范围就比较短一些 相对于之下 我们也因为我们的飞机比较轻 我们油耗也比较低 所以我们就营运成本就比较低一些了 是 那我们想知道就是 当我们乘坐小型飞机的时候呢 跟乘坐大型的客机呢 所要注意的事项是一样的吗 尤其是在安全方面 基本上都差不多一样的 但是当然也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比较 就比如说呢 小型飞机一般上 我们都需要去了解所有的安全简介 一般上都是有 我们的安全简介都是由飞行员去提供的 这个跟民用比较不一样哦 客机的话都是工程师 所以是你要去表演那个 怎样绑那个 安全简介那种嘛 通常可以是这样子理解 对 通常他们会用荧幕来代替 荧幕 了解 然后行李的限制因为不能太重吧 对 因为我们的空间也很有限嘛 飞机也比较轻 大概容载客量是多少 大约是我们的飞机都是一到八个人 八个人是包括机师吗 对的 但是也有一些型号的飞机是可以再多一些人的 十二个 十二个 十五个都 然后可能就是噪音大 就是要佩戴耳塞 可能因为真的是很潮一些 比较潮一些 对的 没错了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稍后回来呢 我们还要向两位飞行员了解一下 当我们小型飞机遇到紧急事故的时候呢 应该怎么样的去击救 欢迎收看火力交战 那么刚刚我们就是有了解到 有关的这些小型飞机里面的结构 它事故的原因等等的 那么现在我们立刻来了解一下 如果真的是发生了一些意外 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击救呢 那我们立刻来问一下 我们的CAN 那CAN想问一下 一般上我们的这些飞机里边 都会有一些医疗的设备吧 我相信如果发生任何的一些事情 对啊 我们有一些紧急的医疗设备 就是我们的急救包 就是我们的first aid kit 还有当然最重要就是我们的氧气面罩 我们的oxygen mask 是是是 然后陶神设备的话就有一些 比如说是紧急出口 就是我们的emergency exit 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个氧气的面罩 比如说小型的飞机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存在六个人的话 那么其实就是一定会有六个了 对的一定会有的 所以这个氧气就是也是 你们要去检查是否是充足的还是怎样 在这通常这些东西都是由我们的engineer去检查的 他们有指定的一些pressure 他们会定时去检查所有的这些氧气筒 是 一说到我们这个安全的措施 我们立刻有这个观众想问一问 我们的观众的手机尾号8006 他想问小型飞机上会提供每位乘客降落伞吗 这个就没有了 因为小型飞机 没有了 因为我们的降落伞成本其实是很高的 对 所以我们一般上都配备了一些 好像我们的救生衣 这些其实已经足够大家去面对这种紧急情况了 是 尤其是如果真的是事故发生在这个海上面的话 那个救生衣是非常重要的 重要的对不对 对的 那其实我有看到刚刚有提到 就是除了这救生衣等等 其实里边还有一些灭火器 为什么要这个灭火器呢 小型飞机如果发生了一些碰撞 或者是什么事情上呢 他们都会有可能会起火 所以我们也是需要灭火器去扑灭那个火 可能这个就是在飞行中了 发生一些这个火焕的事件了 然后这里有一个应急定位的信标 这个就是好像GPS这样就是定位啊 对 可以这么理解 这个ELT的意思就是Emergency Locator Transmitter 就是说如果我们飞机在发生一些碰撞 或者坠毁之后呢 它会自动地把信号发出去 这样子呢我们的搜救人员 就可以很快速地locate到我们的飞机 在哪一个位置 这个有没有一点像那个 我们每天听到的那个黑箱呢 其实它们是不一样东西 因为我们的黑箱里面是有一个东西 叫做Flight Data Recorder Copy Voice Recorder这样子的 就是你们在通话的时候呢 你们在报告的时候呢 全部的都会录起来的 对的 是吧 那所以找到它的时候 你就可以完全知道呢 其实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的 那么有没有说 好像当你在飞着的时候 那突然间 比如说有些异常的事件发生 你们要特别注意的 异常的事情 就比如说你说是可能引擎 突然间没有了动力呢 这种东西 我们都会 我们无时无刻都会去 去看所有的仪表 所以你们就要全身关注了 对的 所以第一个就异常的震动 那可能就是震动太厉害 飞着的时候 对的 这种也是一些故障的 一些预兆来的 所以那个时候 你就要特别小心 然后也有一些 不寻常的一些噪音 可能突然间 咔咔咔一声量 或者是不一样的一些声音 我们就要特别去留意了 窗内窗外那边冒烟 这个我们在这个电影上 一般上我们看到的了 对的 然后机身颤抖 然后急速下降 对的 这也是一些故障发生了 我们开始发现到问题了 都会有这种预兆的 所以你们立刻就是要跟乘客 那边报告 还是你们要先去抢救一下 我们先抢救了 跟电台 我们的塔台沟通了 我们再去跟观众 我们的乘客去了解 要怎么样做下一步 所以不要以为 就是飞机是很得空的 有automood还是什么 其实他们都是要全身贯注的 好 那么现在我们把时间 交给金银 我们来更深入了解 有关的一些紧急的一些措施 谢谢Desmond 那了解过了这个 小型飞机的逃生设备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 当飞机需要迫降 就是Hard Landing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的去逃生 其实讲到这个Hard Landing 就是迫降 比方说怎么才在迫降 就是说它不是降落在 正常的飞机跑道上 比如说海面上 河面上 或者是大道上 马路上 那在纽约就曾经发生过 一架飞机民用客机 遭到鸟 一群鸟的袭击 结果这架飞机就要紧急 迫降在河面上 那幸好全数人员都是生还的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地 来跟Yung了解一下这个求生 说到这个求生 当我们需要紧急迫降的时候呢 其实乘客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 其实第一时间机组人员会给出 非常相应的一个应对措施 当然身为乘客的我们需要时刻时刻地 去遵守这些机组人员所给出的一些指示 是 那没错 那如果说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呢 因为我们经常都看到那个 那个什么空姐啊 他们会指示说一些要抱着头 就是当我们飞机要迫降的时候 抱着头的那个姿势 求生姿势 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要开始做这样的动作 好 就是通常我们听到机组人员在喊着 BRACE! BRACE! FOR IMPACT! 我们就会开始做出这一个动作 所以会有一个很明确的 是机长 机组人员 不会 机长会给出 我们有一些技术问题这些 所以机组人员就马上喊的那个口号 对 没错 那不如我们请用来给我们示范一下 所谓的这个求生的姿势是怎么样 好 首先我们这里 对 我们这边就有两个座位 那我们就请用来示范一下 好 首先我们这里有两张椅子 然后这个是模拟了机舱的座位 是 所以假设我是后排的座位 的乘客 是 然后我所要做的就是 当我听到他们喊紧急迫降的时候 我们就要做的是 把上半身低于前排的位置 前排的座位 就是扶下来 把身子完全地去扶下来 对 然后第二个动作就是 把你的双手放在你的头部 是 或颈部这一 sorry 头部以上 对 这样 这样子的动作是有效保护你 从撞到前面的位置而造成一些伤害 是 而且我们要声明一下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一定首先是先系好安全带了 对 对 对 然后再把你的手势这样子 整个头扶下来 对 没有错 那如果是小孩子的话呢 小孩子的话通常在24个月以内的 都是由妈妈在 抱着 抱着 对 就是有一个延长线的 延长的一个腰带 给他们绑在父母的腰上 是 所以确保那个孩子 也是被照顾到在这个情况下 那如果是你抱着小孩的话呢 应该怎么样做呢 抱着小孩的话 我们通常是以大人的手 按着小孩子的头 靠近他的胸口 然后大人也是同样的 做出这样子的动作 以保护他自己和孩子同时 那我想问 如果身高特别高的人 他完全扶不下来的话 这边空间不大嘛 那应该怎么办 通常身高比较高的人 也是有另外一个动作可以做 就是你的双手 可以按着前排的椅子的背后 然后你的头靠着你的手上 这样子你也是可以有效地减少撞击 在我们impact的时候 总之就是我们要减少说 如果你是这样子坐直的话呢 就是要减少当飞机冲 撞去前面的时候 我们整个胸膛就是撞在前面的座位 对不对 而且还可以保护我们的这个头部和颈部 对 那说到逃生 其实逃生 黄金逃生时间有多少 黄金逃生基本上会有90秒的时间 90秒 对 其实不长 不长 对 所以各位乘客在紧急情况下都 大家都会紧张 这个时间该怎么办 对 同时我们机组上的人员 都是通过非常严密跟严格的培训 所以大家都有义务要跟着机组人员的指示 去按照一些动作去做 才可以有效地减少 比方说是什么呢 这90秒 来 我们已经是很紧张了 这90秒 大家都会慌了嘛 对 通常impact了之后 机组人员第一个会通知乘客的就是 这里这里是出口 请大家在这里 赶快去疏散 从飞机上疏散 然后并且也不要带上自己的个人物品 这样会拖慢整个进步 那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候 因为如果说是要逃生的话呢 就是有那个逃生的滑梯嘛 对 然后我们常常听到就是要脱掉我们身上一些尖锐的物品 就是比方说高跟鞋 对 还有什么呢 如果说好像衣服有扭扣的话算吗 扭扣是不需要脱掉 因为没有那个时间去一个一个拆扭扣嘛 对 对 所以就是像是一些铅笔 眼镜 这一些我们通常都是所谓的尖锐物品 是需要被移除掉的 而且随身的包包那些都不可以拿咯 对 没有错 包括行李 那耳环跟项链呢 因为也是属于尖锐的吧 对 那时候因为如果你要解项链的话 需要一点时间跟耳环的话 所以我们是不建议你当下去拆解这样子 其实我想问 关于我们最近发生的那个小型飞机坠毁嘛 它我们看到的那最后的画面就是机头之间 就是坠落的 对 在这种情况底下 是不是说所有的乘客已经是往前冲了呢 对 其实那个情况下可以生还的几率是非常渺茫的 因为你说要90秒要怎么样去做好像都没有机会了吧 对 关于这个逃生时间是在你的破降之后的90秒 对 疏散当中我们需要90秒把所有的乘客跟机组人员 从飞机上疏散的话是在90秒内 好 那我们再请庸呢跟我们再讲解一下 我们坐小型飞机也好还是客机也好 我们要注意的这个安全的事项有什么 当然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时常会跟乘客们说的 就是系好你的安全带五十五刻 就是有时候你会看到灯那个安全带关 安全带的指示灯关 然后你就会解开腰带 对 所以其实那个是可以这样做 可是如果突然间有乱流的话 我们就不保证你是有安全性在的 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各位是随时都要系好你的安全带 对 然后再来就是密切注意每一个简报 所以简报就是很像我们飞在多少 然后我们现在又会遇到什么乱流之类的 机长都会一一告诉乘客 所以希望各位也是跟着一起去注意这个事项 然后还有就是留意紧急出口 按照这个飞行员指示 我想再问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求生知识 或者是说发生紧急事故的时候 当你的椅子是放下来 是不是一切要拉回直呢 对 我们建议是要把它放回去直 因为在逃生的时候里面的乘客要往外走的话 如果你是往后请的话 它会挡到那一个出口 所以是不建议的 因为我们也不能够只想到自己 我们还要顾虑到其他乘客的安全 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去记得 这些所谓的紧急的措施 我们再次感谢Yong跟我们分享的这些紧急的措施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过往小型飞机发生的空难事件 有哪一些呢 过往小型飞机空难事件 双六空难事件 双六空难事件发生于1976年 一架诺曼型9MAC2号小型飞机 从纳敏机场飞往沙巴亚币国际机场途中 不幸在海面上坠毁 这起空难事件造成机上全数人员不幸罹难 其中包括一名机长和其余十名乘客 在十名乘客中 六名遇难人员 个别是州部长和副部长级人物 包括当时沙巴州的首席部长 经过初步调查 超重是导致这起意外发生的原因 但真正的导音至今仍是个谜 因为有关的调查结果被列为国家机密 塞斯纳172L坠毁事件 塞斯纳172L坠毁事件发生于2014年 当时一架属于雪兰娥飞行俱乐部的小型飞机 塞斯纳172L在新街场皇家空军基地飞越吉隆坡市区途中 因为乌云拢聚的原因 机身不知不觉下降至500英尺 因此不得不折返 在折返机场的途中 机长发现飞机空速过低 机身还不断下降并发出失速警告 在试图将飞机爬升至正常高度时 不幸坠毁 幸运的是 在这起事件中 机长和两名乘客都生还 经过调查 这起事故的原因是因为空速过低而导致失速 然而也因为机长没有采取避免失速措施 而造成坠毁 马航之翼3002班机空难事件 这起事件发生于2013年 一架编号为MH3002号的班机 从亚币国际机场飞往古达机场途中 由于风向的改变而被吹离跑道 最终撞向机场旁的房子而坠毁 这起空难事件造成两名机组人员和两名乘客不幸身亡 经过调查显示 这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机组人员完全没有遵守航空公司的降落程序 而导致的意外 欢迎来到活力住家亮汤 今天我们聊的都是关于空难 其实不管是空难或者是在陆地上的一些车祸 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一个导致意外发生的原因 有可能就是驾驶员的疲劳 所以今天的活力住家亮汤 我们要介绍大家通过药杉 怎样提升自己的元气来提高我们的精神 好 我们欢迎我们的中医博士吴宇坠 吴医师你好 大家好 那今天我们要讲补气 还是补我们的元气 对 我们今天针对的就是我们会针对一个族群就是说慢性疲劳 这是很多现代人因为他们工作的比较 就是说比较多 工作比较疲劳 比较压力比较大 然后又睡不好 对 然后晚上可能有些人就熬夜加班等等 所以就导致一种病就是慢性疲劳的一个综合症 所以他也变成一种慢性疾病 对 就慢性的一种 对 但是你说他是真正的病他又不是病 但是他就是全身有一些症状就是说 他就会觉得他很累 就怎么睡都睡不饱的 对 对不对 然后有些人他就因为他长期的一个可能精神不足啊什么的 他注意力就比较不容易集中 然后记忆力就比较差 然后他的做事的效率没有像以前效率这么好 就变差了 然后对一些事情以前很有兴趣 现在都懒洋洋的没有什么兴趣去做 提不起精神 不惊打财 那这个中医来讲的话就是一般的话 这个是我们中医讲的气虚 气血比较虚弱 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就针对这样的一个族群设计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比较属于补气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药膳 叫做元气鸡汤 所以他当然是需要的就是肌肉了 对 还有呢我们就是今天会有用一个这个黄芪来补气 就是说它是补肺气 还有我们的这个一般的中气 然后对于这种固表 那我们的表可以把它固起来 然后加上就是说它可以就是有一些排弄的作用 就非常好的一个补气的一个中药 明白 然后呢最重要的是这个就是挡身 挡身就是大补元气 大补元气 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个这个元气的一个提升 也是可以安全 对 再来就是枸杞 枸杞 枸杞我们一般常用在一些药膳 都很多就补肝 然后补气的作用 然后有明目的作用 所以就常常用在药膳里面 药汤里面 然后这个是陈皮 那陈皮的话就是在这方面就是说它可以指壳化痰 理气 所以我们把气呢给它顺畅一点 给它理清楚了 这样子的话气血的循环就会比较好一点 对吧 然后这个是肉桂 肉桂的话是温阳 推动气的一个行程 对 所以有一些 就是说酒病的 他们的气血的循环 比较没有办法推动的 就靠它来推动 气骨进去了 要把它推动 就靠它来温阳 来把那个气给它推动一下 这样子就会更好 对 所以 那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说 把所有的这个药材啊 还有鸡肉都一起放进水里面包 是 那主要是我们先把这个鸡肉 就是先汆烫过了 对 汆烫过了之后呢 我们也就是说把它放进去我们的这个 汤里面去炖嘛 其实它药材看起来还蛮简单的 也不需要太繁杂的这个工序 是啊 我们需要包多久呢 大概我们一般的话 我们一般都是煮滚了 再煮个半个小时 用小火去煮 就可以了 所以吴医师如果说 好像一个人他早上醒来的时候 他觉得说 我可能昨晚睡不好或者是失眠 那我今天又要上班又要开车的话 是不是说我喝了这个元气鸡汤 就可以马上提振我的精神呢 可以啊 因为这个东西它对我们提升 我们的这种精神啊 我们的这个会比较好的一个作用 所以就是说你可以放在慢炖锅里面 晚上给它熬煮啊 炖个鸡汤啊 第二天喝下去就满满的 对就满满的这个元气 然后第二天的精神就会比较好 那晚上喝的话会变成睡不着觉 当然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 它是比较有提升元气的作用 所以它有提升精神的作用 所以如果说晚上的我就比较不建议喝 所以是应该是早上和中午吗 对对对 当作是一个药膳的一个补汤 那它是属于温的呢 还是比较热一点点 会温的 温热 有点点热 有点温热 对 所以说你身体会比较热的 我就不建议说喝太多 就少喝吗 对少喝一点 或是说你的水加多一点点 那我需要长期这样子喝吗 如果我想要长期保持我的精神意义的话 如果你是这种属于比较慢性疲劳的这种人 你就可以一个礼拜喝个两次三次都可以 隔天喝也可以 看你的症状 看你的问题的情况严重程度到哪里 所以如果说你一般的人 就可以一个礼拜煮个一次两次就OK的 对 又或者说你的工作量特别高的时候 可能也是可以当作让我们提升吧 是不是 好 我们暂时打醉一下 因为我们先进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来重温一下元气鸡汤 还需要什么这个药材 还有它的步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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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一 Timex? 不,是那一步 那是那一步的脂肪 I'm compressing 你不能拿到那一步 我可以拿到任何事情 I want 警察 found multiple dead bodies 在 Sicily, did you kill him? 九秒 二十二十三 我看得到我看得到 很多人 你看得到那一段时间 暑心 变成《槃公》 《槃公》 六十二十三 《槃公》 《槃公》 欢迎继续收看活力加油站 那么刚刚我们今天的大主题 就是讲述有关小型飞机 发生的这个事故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来到的 活力的这个收藏坊 我们特别找到了 这个模型飞机的收藏家 来到现场 一位我们来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世界上 或者是我们全球里面 有多少型号的这些飞机 好 我们有请我们的 江先全先生 你好 你好 江啊 我看你收藏很多 不同的这个模型 想问一下你家里 一共有多少个这个模型飞机呢 我本身没有算过 大概有两三百架吧 两三百架 那为什么你会喜欢 收藏这些飞机 我从小都很喜欢看飞机 所以长大了 也喜欢去机场拍 射飞机的照片 对吗 所以长大了 自己做工了 有能力了 就买一些飞机模型来收藏 这样会不会去考 就是成为一名飞机师 但是还没这个打算 对 好 那么其实有些人就是喜欢看 并不是一定要做 对不对 那么今天你带来了许多一些 我从来也没有看过的一些 这个模型飞机的型号 对对 可能和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首先从这里开始好不好 OK 这一架是 空客大白鲸 货机来的 它是用来载飞机的机身组装的机身 是 对 那如果你注意看的话 从侧面来观看的话 它类似一只大白鲸 它是一只这个鲸鱼 对 大白鲸鱼的 所以它有眼睛的 对不对 对 有眼睛 来我们给观众看 那先来看前面这里 你看这个角度可能就比较容易看得到 你看 是不是 像一条鱼 对 大白鲸 然后有嘴巴 大白鲸 那这个是货机吗 对 还是一些民航飞机呢 这是货机来的 它基本上它是用来 承载那些机身 机翼 发动机这些 为什么要载这些 对 因为要组装一架飞机 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机身来合作出来的 比如说要制造一架320 321 对吗 是需要有很多不一样的阶层 来接的 对 所以它是承载这个飞机零件的 对 对 或者组装的一个飞机来的 对 发动机那些 对 对 那除了这一架之外 那这一架呢 这一架是 OK 这架叫Cargolax 747 800 客户机 对 那它特别之处呢 它叫口罩机 口罩 为什么口罩机呢 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 在疫情的时候呢 它推出了这特别的涂装 口罩在前面 那就是疫情嘛 对不对 对 那就是可能要 是不是要提醒大家要戴口罩呢 对 提醒大家要戴口罩 对 所以但是我想问一下 如果真实的这个飞机 它的这个前方这里 真的是可以开的吗 对 没错 对 真的货机是可以开的 是真的是可以开的 一模一样的 对 它是按照它200比例来制造的 所以这个是比一般的 这个真实的飞机呢 小200倍 对 没错 对 好 那么在接下来 这个比较大型的了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飞机 承载量也是最重的飞机 它叫Antonov 225 安 225 这样可以承载多少 多重 你最重喔 它还搭过这些 都比这些大 还比它大 对 就是载货的话 它可以载直升机 火车都可以 所以它 OK 是军用的吗 这些 这些 通常不是民用的 军用的 都可以 都可以的 都可以承载 对 那这一架飞机呢 全世界只有一架 对 那在俄乌战争呢 它可以摧毁了 就是这一架 所以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 这个模型很值钱喔 还好吧 还好吧 是 所以它特别是说 OK 是在哪里呢 它的机头是可以打开 它的机头舱可以打开 然后这个可以推下来 这个就是给人上的是吗 或者给一些货车 全部东西 火车 直升机都从前面 它真的是就是模仿的 就是一比一的这个比例 一模一样 对 那如果你注意看的话 对吧 这架飞机呢 因为它超级重 所以很多轮 对 前起楼架有四个轮子 主起楼架有三十个轮子 这个就好像我们看那个楼里 多少个轮的楼里 可能六个轮 八个轮 十二个轮的 那么除此之外 这里这个 我相信现在已经是没有了 是吗 对 这个是一个 70年代尾 发明的鞋合科技空口 对 那这鞋合科技呢 在70年代的时候呢 由法国跟英国发明的 那最主要用于伦敦跟巴黎 去纽约市的航线 是 那它飞机因为 它是以音速的 两倍的速度飞行 所以它可以缩短飞行时间 节省时间了 对 节省一半的时间 是 然后我们前面这里呢 其实也是已经没有了 看不到的一些 这个小型的飞机 对 比如说 OK 这是Forker 27 福克 27 是 这是马兴航空 马兴的前身 马兴航空的福克 27 飞机 对 然后这里呢 就是一些国外的飞机 对不对 这个是军用还是民航机呢 OK 这是美国的空军一号 空军 美国总统用专业机 专用机啊 这个美国总统 对 美国总统专业机 它有两架 OK 偏号28000 以及偏号29000 那这一架是29000 这是主用机 是 就是说他们的总统 通常都是飞这一架 对 那这一架呢 在我的左手边呢 这一架 这架叫Doomstay Aircraft 末日客机 空中指挥中心 是 比如说 比如什么事件发生 什么事件发生 这是他们在空中的指挥中心 这个我们在那些灾难片 都看得到的 对 这架飞机呢 可以连续在空中 飞行几天都没有问题 所以它的载油量很高 载油量很高 然后它上面是可以做指挥中心 通信中心 是 对 今天真的是让我 怎么说呢 一直过看这么多 不同型号的飞机 对 我们也非常感谢 Kong来到我们现场了 为我们介绍了许多的 最不一样的飞机的型号 那我们现在呢 把时间交给 活力好购物 Melissa那边今天有什么好介绍给我们呢 谢谢Desmond 是的 这是让我们大开眼界 对 没错 而且呢 我想说 说到飞机 我们就想到旅行啦 那很多时候 为什么要去旅行呢 就是为了要避暑嘛 因为马来西亚呢 就常年啊 都在下雨 这个常年都是夏天之外呢 有时候又因为下雨 所以整个空间啊 都变得很闷热 所以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呢 就是我们的空气循环扇 是的 放在家里面呢 任何一个角落 那就可以呢 帮你循环一下空气 那你家里的空气呢 就会变得更加流通 是的 不管是在我们的家里哈 做家务也好啦 在work from home的也好啦 都需要空气循环扇 让我们家里的空气呢 变得更加的清新 最主要的是 今天WOW SHOP配合 WOW CUT DOWN SHOW 给大家最棒的一个套组 最值得的一个呢 价钱要带给大家 所以真的不要错失这个量级 让家里的那个空气 更加流通啦 然后省下更多的电费啦 全靠我们的空气循环扇啦 是的 所以待会呢 一定要留守在 我们的WOW CUT DOWN SHOW 就可以买到最好的 这个好看咯 把时间交回给Desmond 谢谢Melissa 以及Emerson 那记得啦 观众朋友们 待会一定要留守 我们的活力好购物啦 让你的家里边呢 可以有这个 非常流通的空气 然后把你整个家里边呢 这闷气呢 全部都散发出去啊 那么明天我们活力 要和大家探讨的课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每一天 都会喝到的 有关的这个碳酸饮料 但是它就是可能是 这个糖尿兵的杀手来的 那明天呢 我们特别会邀请到了 我们这个专家 一起来和我们探讨 有关这个课题呢 观众朋友们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我们欢迎大家呢 可以简讯给我们的 那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呢 将会为大家呢 一一解答的 那明天同一个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